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挪鬼藏在细节中 230多年前化作修复 惊见恶魔路鬼啸 被三只熊包围 一动不动会被攻击吗 这视频告诉你答案 男子离奇卡在汽车下 看监控所有人都没忍住笑 内地男入境香港时被拘捕 设32年前中表行截杀案 罗马街头金线 狮子逛大街 是长慌了 怎么全是骂我的 请大家收看 挪鬼藏在细节中 230多年前化作修复 惊见恶魔路鬼啸 自由时报 英国一幅230多年前的画 做在修复过程中意外发现 背景中隐藏了一只恶魔的形象 这幅画是由18世纪英国画家雷诺兹创作的 描绘的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亨利六世中的一幕死亡场景 修复过程中 国家信托发现 恶魔的形象被涂漆封印了200多年 而此次的修复工作使其重新显露出来 这一发现引发了公众的讨论 并在万圣节当天被公布 据国家信托透露 当初这幅画的展出引发了争议 人们无法接受恶魔形象的出现 但雷诺兼持保留了这一细节 然而 为了讨好观众 后来的人们在雷诺兹去世后 对画作进行了修改 将恶魔的形象消失在背景之中 修复过程中 至少发现了六层图七封印 被三只熊包围 一动不动会被攻击吗 这视频告诉你答案 社交媒体 这个新闻报道了 一家黑熊闯入一户人家的后院 并与家人共处一室 虽然影片显示 黑熊并没有攻击家人 但并不能确定 黑熊在其他情况下 是否会攻击人类 因此 当人们遇到野生动物时 应该保持安全距离 不要接近或试图与其互动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男子离奇卡在汽车下 看监控所有人都没忍住笑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综合了娱乐 和社交媒体的元素 文章提到了一个人 发表了一条推文 附上了一张搞笑的图片 但作者对此表示了歉意 由于没有提到具体的新闻事件 因此我们无法确定 这个推文是与哪个新闻相关的 内地南入境香港时被拘捕 设32年前中表行截杀案 社交媒体 根据香港警方的消息 他们最近拘捕了一名 与32年前一起持枪抢劫 致人死亡的案件有关的嫌疑人 这起案件发生在1991年 三名持枪匪徒闯入一家中表行抢劫 其中一名匪徒开枪打死了一名店员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红色私家车上 找到了一件燃血的T恤 经过多年的调查 警方最终锁定了一名内地男子的身份 并将其列入通缉名单 这名59岁的男子最近在深圳湾口岸入境香港时被拘捕 警方通过DNA和指纹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目前他已被以谋杀和企图抢劫罪起诉 案件将于13日下午在九龙城法院审理 警方表示他们与案件相关的证人仍然保持联系 并且相信他们的证词将有力地支持起诉 这次拘捕的消息也让死者的家属感到宽慰 罗马街头金线狮子逛大街 市长慌了 怎么全是骂我的 社交媒体 11月11日晚上 意大利罗马的拉迪斯玻利镇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 一头狮子在镇上闲逛 引发了居民的恐慌 当地居民纷纷拍摄了狮子的画面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原来这头狮子是一家马戏团表演的一部分 但在准备过程中逃出了笼子 当地市长紧急发布通知 要求市民待在家中 但仍有一些人不知情 与狮子近距离接触 狮子被人们发现后 进行了一次麻醉 但由于低估了他的体重 没能将其放倒 狮子逃跑后 警方和兽医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追逐 但因为附近都是居民区 无法下手 最终 在晚上成功将狮子制服 这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让居民们感到惊恐 同时也让市长的声望大受打击 许多意大利网友 对马戏团的行为表示愤怒 认为这种圈养野生动物的马戏团 早就应该消失了 然而 市长并没有权力阻止马戏团 进入城市进行表演 在2017年 该市曾因此事打官司 但最终败诉 并赔偿了诉讼费用 尽管市长无法改变现状 但他成了背锅的人 尽管如此 最终这件事以和解告终 市长背锅也算是皆大欢喜 男子迎亲开门即崩溃 伴娘全是前女友 脚软致歉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 讲述了一个新娘恶整新郎的故事 新娘为了恶作剧 偷偷联系了新郎的前女友们 组成前任团 让他们参加婚礼 当新郎看到伴娘团都是他的前女友们时 他感到很吃惊 并向新娘致以道歉 然而 新娘却很开心地看了这个恶整的结果 最终 新郎向新娘表白 他接受了他的求婚 两人顺利完婚 这个故事给人留下了一种欢乐 幽默的印象 他展示了新娘对新郎的恶作剧 新郎的惊讶和道歉 最后两人的甜蜜和和解 这个故事也让人思考到 在婚姻中 有时候适当的恶作剧和幽默是有益的 可以增加夫妻间的互动和乐趣 铁达尼号头等舱晚餐菜单 拍卖成交价于300万元 自由时报 这份铁达尼号头等舱 11日晚餐菜单拍卖成功 成交价为8.4万英镑 约新台币332.5万元 这份菜单有被水浸泡的痕迹 部分文字已经消失或模糊不清 尚不清楚是属于幸存者还是罹难者 这场拍卖会还受出了乘客砍脱的怀表 和可能曾用来救助乘客的头等舱毛毯 右舰领导刚走就出事 安全排查到底查啥 社交媒体 最近发生的建筑坍塌事件 引发了社会对建筑安全的关注 不仅要为遇难者表示哀悼 还要认真思考如何做好安全排查 努力防止再次发生事故 建筑安全风险隐患表现多样 有的是由于操作不规范 有的是由于年久失修 有的是由于建筑质量问题 因此 安全排查不能只停留在表面 要抓住根本问题 政府领导干部下到基层进行安全排查时 要多看一看实际情况 掌握一手信息 此外 专业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 也应进行更加周密的检查 将检查落实到日常安全工作中 此外 防范事故风险隐患 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而不仅仅是在事故发生后 进行突击检查 最后 随着城市发展 进入城市更新阶段 建筑的风险隐患会不断积累 政府必须不断提高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 将安全生产检查融入日常工作 提升城市安全任性 韩国中小学开始流行萝卜刀 韩地方政府采取限制 社交媒体 近期 韩国中小学生 流行一种名为胡萝卜刀的塑料玩具 这种玩具通过手腕发力 使刀刃弹出来 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胡萝卜刀价格低廉 一把约在5.5至10亿元人民币之间 然而 由于学生们开始模仿犯罪行为 例如刺人和挟持人质等游戏 引起家长们的担忧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对胡萝卜刀采取了限制措施 但也有网民认为 这种担忧过度 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他已喊定永保12岁童颜 老公被轰视变态 社交媒体 22岁的英国女子林赛 因为罹患罕见病导致发育停滞 外表看起来只有12岁左右 她与丈夫乔恩经常面对 异样的眼光和闲言闲语 有人甚至误以为 乔恩是恋童痞 当众斥责 不过 他们的婚姻很幸福 他们有两个健康活泼的儿子 尽管生理上有限制 林赛勇敢面对挑战 顺利生下孩子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晒恩爱 对质疑和嘲笑作出回应 每14岁男学生车阵女老师 卧室激战 妈崩溃报警 社交媒体 据报道 一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国中辅导老师 被控与14岁男学生发生性关系 并涉嫌在多个地点进行性活动 包括自己的车辆 家中以及学生的家中 这名老师还在学生父母不在家时 偷偷进入学生的卧室 与他发生性行为 他被控犯下了多项性侵罪和猥亵罪 以及一项腐化未成年者的罪行 校方已要求他停职 并展开了调查 广东一旅业公司 开始春节放假 产能过剩困局待解 社交媒体 近期 佛山金世界创新旅业有限公司的春节 放假通知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通知显示 部分部门将从2023年11月9日 至2024年4月1日放假 该公司直言不讳地表示 需求萎缩 产能过剩 利润微薄等问题 已经是企业的常态 虽然该公司拒绝回应媒体的电话 但一名前供应商透露 金世界旅业的工厂效益很差 金世界旅业成立于2005年 主要生产旅行财等产品 然而 过去十年 该公司的资产状况一直不佳 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均为负数 旅业整体下行 以及建材需求疲软等问题 使得金世界旅业的放假现象 成为旅业困境的一个缩影 旅财库存增加 与需求改善不明显的问题 继续困扰旅价走势 据工信部统计 前三季度 旅的现货均价为18618元每吨 下跌8.8% 同期 旅财累计产量持续增加 达到4654.04万吨 同比增加5.2% 此外 消费淡季逐步到来 旅加工端的消费 暂无明显好转 预计后期旅游累库的压力 旅价将继续偏低位运行 另一方面 佛山地区的建筑开工率下降 拖累了建材需求 因此 旅业面临着库存过剩和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今世界旅业的放假现象不仅是该公司自身困境的体现 也反映了整个旅业面临的挑战 旅业产能过剩 并润微薄等问题已经成为企业的家常便饭 加之消费淡季的到来和建材需求的减少 旅财库存增加 旅价持续偏低 因此 旅业企业需要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以保持竞争力 美媒 好莱坞名流之子涉嫌谋杀分尸华裔妻子 社交媒体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华裔女子李媒被发现遭人杀害并分尸 她的父母也失踪 李媒的丈夫萨缪尔 哈斯凯尔被警方逮捕 存在重大嫌疑 李媒是中国移民 2015年和萨缪尔结婚 二人共有三名子女 萨缪尔是好莱坞知名经纪人和制片人 山姆·哈斯凯尔之子 警方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家中发现了大量证据 萨缪尔将于13日接受审判 有网民指出 萨缪尔此前编导的影片中涉及亚裔女性的色情 暴力内容 可能与本案有关 以额抵债 男子催10万元欠款 获赔1600只大额 社交媒体 近日 黑龙江省大庆市赵元县人民法院 成功直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件中 被执行人孙某 保某和担保人王某 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执行法官发现他们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经过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孙某在青岗县饲养大额 执行法官立即联系孙某 并要求他履行还款义务 孙某一开始便称 额厨是替别人饲养的 自己不具备还款能力 但在执行法官的劝解下 孙某慌了神 承认大额是自己饲养的 最终 双方达成了以额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 经过100天额除的成长 被执行人以大额1600余支 抵顶执行款及部分违约金 这起案件展示了法院积极解决执行男的努力 受益人也对法院的帮助表示感激 7岁男童肺部识变 有医院一天最高峰67例洗肺 社交媒体 近期 儿童支援体肺炎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一名7岁男童因咳嗽发热住院治疗 经过附带儿科安徽医院的治疗 病情开始好转 由于近期支援体肺炎感染高发 一些患甚至出现了肺食变 肺部张等严重并发症 导致儿科医院的工作节奏紧张起来 针对支援体肺炎的治疗方法 一种被称为洗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术 也开始被广泛应用 该技术通过支气管径 直接观察和清理肺部病变 排出炎症分泌物 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洗肺并非对所有支援体肺炎患儿都适用 只有在严重症状和肺部炎症反应时 才会采用 此外 对于儿童支援体肺炎的治疗 应根据患儿的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重症患儿可以选择静脉输液 而大部分患儿属于轻症 可以口服药物治疗 此外 预防感染也是非常重要的 建议儿童佩戴口罩 减少人员密集的场所 勤通风换气等措施 可有效预防感染 肺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疾病 可以由细菌 病毒和支援体等多种病原体引起 针对不同病原体引起的肺炎 用药选择也不同 比如 对于支援体肺炎 最常用的是大环内止类的抗生素 专家提醒 对于怀疑感染肺炎的患者 应及时就医 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避免盲目用药 此外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儿童 可以接种肺炎疫苗 尽管目前没有针对支援体的疫苗 但肺炎疫苗 可以预防多种肺炎囚菌感染 因此 预防感染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 预防和控制儿童支援体肺炎的关键 小学校长强奸多名幼女被执行死刑 律师从严惩处 社交媒体 近日 甘肃省平良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了一则 关于校长张龙基被执行死刑的布告 根据布告内容 张龙基在任教期间 多次对幼女进行奸淫 猥亵被判犯有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 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十年的刑罚 该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 于11月7日将张龙基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事实上 近临县人民政府也证实了该布告的真实性 并表示已对受害人进行了帮扶和救助工作 这一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也再次引发对于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讨论 今年5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强奸 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了对于此类犯罪的从严惩处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的规定 对于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 可以以强奸论从众处罚 而解释 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从众 加重处罚条款 确保罪则刑相适应 同时 解释还对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形 进行了规定 明确了加重处罚的情节 此外 解释还对强奸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 和保护被害人的相关事宜 进行了明确规定 律师对于这一案件进行了解读 他们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解释 对未成年人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 首先 解释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的特点 对于犯罪行为 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 给予了充分重视 其次 解释明确了对于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加重处罚情节 重点关注了通过网络实施的特殊性侵犯行为 此外 解释还明确了对于被害人医疗费用的支持范围 最后 解释对于从业禁止和富有招呼职责人员的犯罪行为 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关注和讨论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能够看到我国对于此类犯罪的态度和惩罚力度逐渐加大 同时 也提醒我们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 关注和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大妈买海鱼红烧后半夜发绿光刻 感染了发光菌类 社交媒体 最近 一位浙江网友发现 家里剩下的红烧鱼在半夜发出绿色的荧光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据了解 这种现象是因为鱼肉被感染了发光细菌所致 尽管对人体无害 但不建议使用 专家解释说 发光细菌一般是海洋细菌 可以共生在鱿鱼和硬骨鱼类的身上 此前 国内媒体也曾报道过 发现生猪肉发蓝光的案例 经检测确认也是因为感染了发光细菌 虽然发光菌本身无毒 但建议市民最好不要使用发光的食品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发光食品 可以交给相关部门检测 切勿使用 女媒穿裤子视频面试 凸起身下带面试官 网名笑 色诱 社交媒体 近日 一位女子在小红书上 分享了自己在银行事项面试中的尴尬经历 她在面试时只穿了上半身的正式西装 而没有穿下半身的裤子 在面试过程中 她起身开灯 重新坐回座位时 才发现面试官看到了她赤裸的下半身 这一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和崩溃 她形容这次经历是一次血泪教训 这个故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开玩笑说不能智取 咱就色诱 也有人表示理解和同情 还有一些网友分享了类似的干大经历 让人们感叹面试时的种种窘境 这个故事提醒了大家在事项面试中 要注意整理衣着 避免出现类似的尴尬情况 事项面试虽然方便 但也要保持专业和得体的形象 才能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 同时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在面试中遇到尴尬和困难时 要尽量保持冷静和调整好心态 以免影响自己的表现 猪价为何右线跌跌不休 未来猪价走势如何 社交媒体 11月7日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 全国农产品提发市场 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每公斤 比9月7日的22.35元每公斤下跌8.3% 自9月份第一周以来 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 累计下跌1.63元每公斤 跌幅达9.5% 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 累计下跌1.66元每公斤 跌幅达6.1% 全国子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 累计下跌7.51元每公斤 跌幅达22.7% 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猪肉供给充裕 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 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 母猪淘汰力度加大 消费回落 部分地区子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 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 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 从供给来看 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 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 1月至9月 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 24247万头 同比增长15.0% 其中 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 环比增长4.9% 同比增长31.6% 1月至9月 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 127.38万吨 同比增长4.4% 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 猪肉供给充裕 猪肉价格下跌 导致生猪养殖 由9月份微浮盈利 转为微浮亏损 近期 虽然私用玉米价格 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 降低了养殖成本 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 自10月中上旬开始 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 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 牧人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 已经控制在14元每公斤以下 今年第三季度 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每公斤 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钱空间 但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 猪价上涨空间不大 未来猪价走势不太乐观 由于供给充裕 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 生猪出篮将逐渐进入高峰期 生猪出篮活种增加 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 猪肉供应充裕 冬季烟辣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 猪肉消费进入旺季 带动供需关系改善 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 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 猪价将会逐渐回升 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 生猪存篮量增加 于是明年上半年 生猪出篮量仍然较高 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 因此 业内专家建议 适度压缩产能 控制养殖成本 大闸蟹迎来产量峰值 品质提升 却跌出白菜价 社交媒体 今年大闸蟹的产量和质量 都有所提升 但是售价却大幅下滑 据销售商介绍 螃蟹的产量增加 导致价格下降 加上消费者需求的减少 使得大闸蟹的价格 跌至历史低点 今年进入11月份以来 螃蟹的产量大幅增加 价格比国庆中秋时 便宜了不少 一些地方的蟹冬 扩大了生产 导致供过于求的状态 此外 消费者购买大闸蟹的意愿 也下降了 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仍在恢复 另一方面是受到线上 电商平台乱象的影响 今年全国各地大闸蟹的产量 和质量均有提升 但消费者们却不再购买大闸蟹 根据数据显示 今年大闸蟹的产量 应在80万吨以上 较去年增加0.16万吨左右 然而 供应过剩导致价格下跌 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闸蟹价格 触及历史低点的现象 蟹农扩大了生产 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却下降了 经济恢复缓慢 使得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减弱 同时 一些线上电商平台乱象 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大闸蟹的价格下跌 不仅仅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还受到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和电商平台乱象的影响 消费者购买大闸蟹的意愿下降 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仍在恢复 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是受到电商平台乱象的影响 一些电商平台存在虚假宣传 和以次充好的问题 导致消费者对大闸蟹的信心下降 因此 建议电商平台要有准路机制 对不良商贩进行淘汰和处罚 以恢复消费者对大闸蟹的信心 未来市场会稳步复苏 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